有著大量七電腦公會 來主辦的100空九年 主順月的電腦中心來營業 今年是一條六大主題 為電出的項目 其中是一條五舉世代為主題 用簡單的方式 斷領民眾來建立新時代 了解到新客棋現場 也有相當多的創新產品 讓來參加的民眾來感受到 未來客棋的魅力 有著大量七電腦公會 所主辦的109年資訊月 今天最后在林町的電腦中心 裡面營業 這次總共設有六大主題館 正是一條最新的5G世代為主題 再配合最創新的電腦產品電視 雷龍是相當的豐富 我們這次109台南資訊月 我們這次展館的一個特色內容 非常的豐富 除了有我們的5G主題館之外 以及我們的教育科技館 以及我們這次首次參展的 這個我們沙倫智慧綠能科學城 那特別是我們的教育館的部分 這次自從去年的108課綱上路之後 那去年我們跟我們台南市教師會 以及教育產業公會合作 那我們去年來參展之後 那今年的規模又再擴大 那這次參展的學校 以及我們特色的教師 那我們現場也會主辦 舉辦我們很多的教育論壇 那也把我們的一些 108課綱的一些教室 我們就直接搬到我們的現場 讓我們的學生家長都能夠能夠來親自的體驗 你其實市府你在各行科技的發展上 頂度也是最不錯 在這次的電量當中 也有到貓貓的成果電視 對台南未來發展 已經是有到今年的幫助 能夠讓我們的資訊 雜根、生根 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看到我們下一代 對資訊的這個興趣 進而去專研專業的知識 進而產生卓越的成就 以前是電腦的時代 我們就是一部主機、一部螢幕 現在是手機的時代 手機作為一個平板 整合的去平坡 整合的相機 整合的電話 整合的甚至整合的平板 所以我們將來如果改成資訊劑 空訊業也不錯 但是我們非常感謝來自中央 跟各位好朋友 能夠持續支持我們台南資訊業 這張電腦中的起床電視 九季十一盒為止 好興趣的民眾 都能夠做回來感受 科技的魅力 進行內心裡了解未來 組織發展的方向 記者可說明明就哭彩 方不得